4月8日刚结束澳门演唱会的天王周杰伦 马不停蹄地赶回台湾 为患有校园忧郁的小朋友发声为募款活动上台 有意者只要捐款就可以获得周董的特别纪念版的邮票 但是周董说如果选择收集艺人的邮票 他会选择李连杰 他会艺人的邮票 李连杰的吧 李连杰啊 我觉得相信他也会 如果他 对啊如果飞过来这边应该也会马上来做这个善事 因为他一直在做善事嘛 他有成立这个益基金嘛 他的益基金也其实我觉得这个响应 很多艺人都很团结在做公益嘛 那我觉得希望这个新闻可以很多人看到 周董说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心情都很放松 所以没有忧郁的问题 他校园除了打球跟着刘根宏去教会祈祷 也是一个很好的排解郁闷通道 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还蛮放松的 我觉得整个心情是非常好的 因为所有社会有时候觉得蛮怀念校园的生活 一切都是非常单纯 也不会有人跟拍你 那在学校其实我觉得就是 打打球然后考考试就这样放学 然后我觉得不太会有什么让我忧郁的事情 压力大到他整个忧郁症那一下呢 还没有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周遭的朋友其实有 有这样的例子 那后来去教会就整个人就变好了 那也是庚宏带他去教会 所以我觉得要多认识跟宏啊 我觉得很多忧郁症的朋友 其实真的我觉得 去教会啊很多 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 因为那个忧郁症的朋友后来 一开始就会有闹自杀啊什么的 很多这种很恐怖的啊 我觉得情绪真的是需要一个很正常的管道去抒发 那后来那个朋友去 因为跟宏的介绍去教会之后就好起来了 所以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会 就是寻求 寻求跟宏对 因为倾听就是最好的评论 现今已经成为师奶杀手的周董 现场示范了捐款画波方式 在巨型画波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董为北京奥运制作的歌曲千山万水 在最后一刻才向北京报名 周董对歌曲内容迷而不宣 只表示曲风以往大不相同 不论是否获选只要能进榜就好 这个歌老实讲 我自己觉得蛮有那种激励人心的感觉 但是会不会被用 其实真的真的很难说 那我觉得已经是 挤破头去写这个歌了 因为这个风格跟我以前的歌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是希望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听得到 那不管有没有被用 我希望都可以变成奥运的活动之一的歌曲 我希望大家可以变成奥运的活动之一的歌曲